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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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女不敢 民女只想问陛下一句 下红毛是如何得知司马忠诚的行踪 你是何时见朕不用下跪的 又是从何时起 连司马懿的名字都不敢叫了 陛下不能怀民女清白 民女唯有死 情道深处 色令至昏吗 陛下要民女做的 我都答应了 是因为我想陛下不至于绝情至此 陛下不就是要一个放心 陛下曾经跟我说过 他是你的知己 是啊 当然是知己 我们一起冒过很多的险 数都数不过来 以至于曹氏宗亲 恨他入骨 尚书台与将士士博两地 宗亲的怒火已经烧到朕的寝宫门口 这都是我们冒的闲 朕曾与他生命相托 但是现在 我们以天下相托 我与他谁也逃不掉 毕如和夏侯家的联谊 毕如揭示我床尾里的监视 再毕如 有生命平息夏侯毛的仇恨 朕要提醒你 没有朕 你还能妄想回到他的身边吗 朕可以一道旨意把你打回原形 你的一言一行 要何规矩 又分寸 记住 忠诚 这忠诚的代价太大了 陛下执掌社稷 兆万厘米 敦爱妻子的生死 甚至是司马懿的生死 与你可能都不算什么 但陛下要记得这代价 才会有人真正向陛下效忠 你已经告诉他了 是吗 民女一个字也没有说 民女最不愿意看见的 就是你对他的猜忌越来越深 可是司马忠诚 和他的夫人都不是傻瓜 知与不知 他都不会说的 朕已经看惯了 诚惶诚恐背后的作作 也听惯了 仁义道德当中蕴藏的卑劣 但无妨 朕可以抓住他们的软肋 控制他们 但司马懿不一样 他无私的 他无私的信会于完满 他无私的滴水不漏 无私是一条捷径 可以让天下的英才 聚集到他的身边 而天下的英才 应该聚集在谁的身边 陛下明知道 他不是那样的人 他不是那样的人 可是朕 厌倦 他滴水不漏的无私 帝王心术 乃树枝小者 可以驾驭小人 不能驾驭君子 以陛下的英明 对天下的期望 应当不限于此 帝王心术 朕告诉你一件事 郭贵品 有孕了 如果郭贵品 有幸能替朕 生下一名男婴 那他必定是将来的太子 张春华和郭肇 是什么关系 多年后 难道朕的太子 要被司马家操控吗 江山 是朕的江山 天下也是朕的天下 任何人都不能染指 这 就是帝王心术 朕如昭露 去日苦多吗 朕现在才明白 先往当年的焦虑 收起你的伤心 尽快回去 继续 做朕的耳目 朕 妾答应陛下 回去替陛下看好他 妾只求陛下一件事 求陛下 不要再伤害他 你 是 是 朕 独得懂你对他的这份真心 曾几何时 朕也想把这份真心留下 但是人心归于 生死一线 真希望你记住 你对他的这份真心 不能逾越对阵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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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婚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